广州解放入城市举行的前一天 我们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有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长石结布下马世成才从他的上级那里,了解了那次行军被意外叫停的真实原因,解放后,部队的老战士重新聚会,张将军才告诉我们, 当年,是潘汉年和亮成志二人向中央进言,认为1949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当时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在收回香港,则至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 共和国出界,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区,倒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 拍汉年潘,廖二人的估计事后被证明十分准确,建国后在越海关任职的旅舰警署,因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金运采取了两面政策, 他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失谨失耸, 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下管制教研,但到了年中,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 这位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除了像货营中这样的港澳华商外,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商人也以港澳卫基地与中国内地进行公开货秘密的贸易,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也未完全禁绝,仅就美国官方1952年的统计, 这一年美国从广州口按输入,中国的货物就价值2770万美元, 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 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 吕建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 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 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 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 到50年代中期,广州口按对外贸易, 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 广州市内的外贸部署下专业进出口公司, 以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1948年,华准公司政府在香港成立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代理公司, 华准公司和五分行,华准主要代理杂品, 丝绸和一些轻工业品的出口, 五分行负责食品、茶叶和其他土特产, 长期担任华准公司总经理的张平回忆说, 华准公司是中国共产党, 在香港从事经济贸易工作的机构, 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 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 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公司, 为了打破贸易禁运,华准于1951年, 成立了秘密的运输公司, 取名兴隆行,兴隆行有职员四名, 任务是在港组织承运公司和人员, 把我帮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南光公司, 再由南光公司负责, 把物资通过公北运往内地, 也把内地产品由同样的渠道销售出去, 这几家国营公司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收外汇, 用出口换进口, 政府甚至可以不计成本, 允许公司在一定范围内的浮亏, 吕建行说, 每个季度, 华润都要做一个收支表, 超支过多的, 政府负责屏障, 实际上因为这样的成本优势和垄断国有公司的信誉, 即使没有许可政治度约束, 在这样的非自由竞争状态下, 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老字号也很难维持生意, 他们唯一的选择适合政府合作, 当然获利自然大不如从前, 而我有公司可以借助他们过去在贸易上长期的私人关系, 也有一些商人选择退出, 我有次去香港, 有个香港商人, 就对我抱怨说, 不干了, 完全是在给华润公司打工, 出口的畅通, 只是广东作为贸易通道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 而它的前提是, 执政者需要能够极具效率地在城市里组织货源, 确定物价, 从这个角度来看, 广州所进行针对工商业的这场社会主义改造, 对国家的意义要比其他城市更为重要, 本文摘自进城, 1949, 朱文一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